热重法TG是对适量的质量随以横速进行的温度变化而发生的改变量 或在等温条件下随时间变化而发生的改变量进行测量的一种动态技术 热重分析法可用于研究无机和有机化合物的热分解 不同温度及气氛中的金属的抗腐蚀性固态状态的变化 矿物的冶炼和焙烧 液体的蒸发和蒸馏 煤和石油及木材的热解 挥发挥分的含量测定 蒸发和升华速度的测定 吸水和脱水 聚合物的氧化降解 气化热测定 催化剂和添加剂平定 化合物组分的定性和定量分析等领域 其特点是定量性强 打开计算机 打开低温恒温槽 打开淡气瓶 调节减压阀至0.2兆帕 调节保护气质 每分钟50毫升 干燥气 每分钟20毫升 打开TGA主机电源 双击STAR图标 输入用户名 在Session下拉菜单中 选择Install Window 双击TGA软件 建立软件与仪器的连接 测试 点击实验界面左侧的常规编辑器 编辑实验方法 点击NIO 新建一个新的实验方法 点击AndDynamic 创建一个动态升温段 温度范围 温度范围可从室温25度到1600度 升温速率可从每分钟10度到100度 根据索测样品确定温度范围 点击Save保存新建的方法 在样品名称处输入样品名 然后点击发送实验 样品制作 当电脑屏幕左下角的状态栏中 出现等待装样时 按下Furnace键 打开炉体 放入空干锅进行称重 称量稳定后 按下Tear键听灵 按下Furnace键打开炉体 取出干锅 放入样品 放入样品 按下Furnace键 关闭炉体 待称量稳定后 点击软件中的OK键 实验机自动开始 在Session下拉菜单中 点击Evaluation Window File下拉菜单中 点击OpenQ 打开锁座实验曲线 双击纵坐标 双击横坐标 得出以质量为纵坐标 以温度和时间为横坐标的关系曲线图 根据各自实验要求 在TA菜单下 可分析样品失重率 样品分析完毕后 File下拉菜单中 点击Import Export中 以其他格式输出曲线 可保存为TXT或者图片格式 保存曲线 测量结束后 当电脑屏幕左下角的状态栏中 出现等待移除样品时 按下Furnace键打开炉体 将样品取出 关机 点击Session下拉菜单 Exit退出软件 关闭低温恒温槽 然后关闭TGA主机电源 关闭计算机 关闭干燥器的阀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